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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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仍然没有改善自己的脾气 常常目中无人 过了一阵子 刘表觉得忍无可忍 想到江夏太守皇祖是一个个性急躁的人 就将迷恒送给了他 皇祖对待迷恒很好 请他帮忙写文章 完成后 皇祖读了一遍 激动的握着迷恒的手说 实在太厉害了 你写的内容正符合我的心意 和我心里想说的话一样 皇祖的儿子黄社 同样很佩服迷恒的才华 所以经常向他讨教 有一天 皇祖在船上宴客 迷恒却在宴会中 傲慢无礼的对宾客讲话 皇祖斥责他 不但被迷恒狠狠瞪了一眼 还被骂 一个老头还插嘴 皇祖觉得难堪 命令下属将迷恒拉出去鞭打 迷恒一听更是大骂不止 惹得皇祖大怒 下令绞杀迷恒 皇祖身边的副官 一向讨厌迷恒 立刻就把他杀了 皇社听到这个消息 连鞋都来不及穿 打着赤脚就冲过来 想帮迷恒求情 可惜早已来不及了 看完故事后 你明白曹操的用意吗 他要杀掉迷恒非常容易 但是曹操却把迷恒 送到刘表身边 是希望刘表会杀了他 要是能如愿的话 曹操既可以达成目的 又不会得到 不爱惜人才的骂名 而刘表打着同样的主意 将迷恒再送给皇祖 果然 个性急躁的皇祖 将迷恒杀掉了 其实是中了曹操跟刘表 借刀杀人的计策啊 同学们 听完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重点吗 迷恒明明是个 才华洋溢的人才 为什么会像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的呢 最后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现在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借刀杀人 故事的元气 迷恒相当有才华 但是脾气不佳 对待他人经常傲慢无礼 过程中 因为侮辱了曹操 迷恒被移送到荆州的刘表身边 迷恒仍然不改脾气 所以被刘表再送到江夏太守黄祖身边 故事的结果 迷恒在黄祖的宴会中 无礼的对待宾客 而且大骂黄祖 所以黄祖气得下令绞杀迷恒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借刀杀人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遇到像迷恒一样的人时 你会如何与他应对呢 身为迷恒这样的辅佐角色 你认为应该要具备哪些特质呢 你觉得自己有缺点吗 如果有缺点 应该如何改善呢 上面三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成语 借刀杀人 是指 借由他人的手去害人 主要会用在表达 借他为己的情境上 我们来看看 借刀杀人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打算借刀杀人 借你的力量来打击我 所以才不断的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 这么困难的是 他派你单独前去谈判 其实是要借刀杀人 先故意要你出丑 再趁机把你除掉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借刀杀人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二淘杀三世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